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一下香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英國媒體《金融時報》持續有料爆 在昨天的一篇報導當中 他們又提到了 有部分和亞洲國家有業務往來的外資企業 由於他們擔心大陸的政策會收緊 可能會波及到香港的法治環境 於是他們就考慮 要將香港從法律合約當中剔除 這個多多少少都是反映著 有部分的外資企業 他們是對於香港的司法制度的信心打了折扣 另一個消息就是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昨天發表了一篇網址 他當中就提到 說香港是首次出現了所謂的人口負增長 即是出生人口比死亡人口為之少 當他提及到 為何香港的下出生率會這麼低的時候 他竟然 一會兒就賴2019年下半年社會不穩定有關 就是賴示威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去說一下 就是金融時報的那篇報導 他們就引述了有10家來自香港 東京和新加坡的 大型律師事務所的 消息就指出 他們的客戶 在嘗試開展業務 或者是成立合資企業的時候 對於需要將香港 從管轄法律和仲裁條款當中 剔除的 查詢就是急劇的上升 而提出這些查詢的企業 他們的總部大部分都是設在美國和日本 其實企業的法律合約 一般就會列明了 到底是會採用哪一個地方的法律 來演繹和規管 這就是所謂的管轄法律 如果要將香港 從管轄法律和仲裁條款當中 剔除的話 意味著 這些企業不會再次使用 香港的法律 和是香港的仲裁制度 來解決糾紛 當然 這個就會反映到 其實企業對於香港的司法制度是有保留 如果他是百分百繼續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他就不需要 去找律師樓 去查詢 要將香港從法律合約當中剔除 這個其實就反映到 有部分企業對於香港 就真的出現了一個信心的危機 這個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 他經常就說 想將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的仲裁中心 但是 如果當企業都開始不再想用你這個下法律制度來解決爭議的時候 你還怎樣成為國際仲裁中心呢 當有些企業都開始考慮不想再用你這套制度來解決爭議的時候 只會跟你的目標是越走越遠的 那整件事最大受益的將會是誰呢 金融時報所引述的消息就說 部分企業在考慮 要去新加坡等等的司法管轄區 仲行仲裁 其實那些企業就算選新加坡 都是可以理解的 一來新加坡的法定語言就是英文 起碼在解決法律爭議的時候就不會出現一些語言的障礙 二來新加坡它本身都是一個金融中心 他們在處理相關的糾紛和爭議的時候都已經累積了一定的經驗 所以那些企業選它 就無可口非的 因為如果別人說對香港沒有信心 你選一個最近的一定就是新加坡 而雙方都是可以接受的一個地方 好了跟著就講一下關於這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他昨天就在這個網誌上發表了一篇新的文章 就說要談一下這個的人口變化 他就談及到一些關於香港的生育和死亡數字 這位羅局長就說 去年頭11個月的新生嬰兒數目 比較起2019年的同期 就下降了1成7 他就認為 這個情況是跟2019年下半年的香港社會不穩定有關 導致在九個月後的生育數字大幅度減少 這些完全就是沒有東西找東西來賴 如果他說是跟2019年下半年的香港社會不穩定有關 那就是想請問他 到底這個所謂的香港社會不穩定 恥作勇者是誰 是哪一個搞出來 這壹事 是不是 如果你不是搞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就不會有2019年6月之後這一連串的事件發生 你沒有搞那樣東西 就不會 會爆發這個大規模的示威 而且那些年輕的夫婦 看到香港當時的情況變成這樣 肯定對於前途的信心是大打折扣的 是會產生了一個信心危機 生個兒子出來不是說就這樣生 還要養的 養大成人是要十幾年時間的 如果他連自己的前景都看不到的時候 那他怎敢貿貿然生個兒子出來呢 他一上街或者打開電視機 就看到一棍棍地吐下去的場面 試問他哪有信心去生兒子才行 所以你做官的 提到跟2019年下半年的香港社會不穩定有關 你就要更加仔細地指出 究竟是跟哪方面的不穩定有關 不能夠就這樣寫幾個字出來 就好像讓人聯想到 是不是因為示威搞到他們不敢生 然後這個羅局長又提到 雖然2020年暑年 雙春兼潤月 但是去年頭11個月的註冊結婚數字 較2019年的同期 就下跌了超過四成 加上去年的疫情和經濟狀況 這個羅局長就預料 今年本港的生育率 將會是進一步下降 但是他就相信 只要香港的經濟環境轉好 明年的生育數字 或者就會有所上升 到了2024年的農年 由於有些農仔農女的出生 數字也會反彈 但實際這個羅局長未免太多封建迷信的因素滲了 現在那些年輕夫婦還怎會說 哪一個子女生肖 然後就特地趕在那一年之前 來做人才行 浪費了 你猜還在說 20多年前 30多年前 還龍仔農女 笨蛋 現在很多年輕人 無論結婚的也好 未結婚的也好 都準備申請 5加1走 如果這班人 他有個部署 是打算離開的 只是說打算 他有這樣的念頭 他還沒拍板離開的 他都不夠膽生兒子 有些大肚臨燈 到時 肯定就會構成很多的麻煩和不便 所以很多人如果他都打算離開的時候 他肯定就想著 反正都是生了 不如去到英國才搞 安頓好了 安安落落地 穩穩陣陣地再生 那些人一定會這樣想 所以我就看不到 為什麼明年的生育數字還會上升 怎麼會回升 而且你今年疫情還沒搞得到 結婚數字也不會升 那些人不能擺走 有些人就簡直不結了 其實結婚和擺走 沒有關係 不過香港的人很喜歡搞科儀式 酒樓擺走那麼多 阻滯 晚事也不能搞 難道那些年輕男女 他肯定就這樣簽一張紙就結婚 肯定有些人就不喜歡這種形式 所以看今年的結婚數字 其實都不會說好過20年多少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真的不太好 明年的生育數字 他說會升 然後羅局長又說 未來幾年的幼兒班 和學前服務的需求 就會下降 最後就會引致到 在2038年的大學修生 面對更大的挑戰 2042年的大學畢業生 進入勞動市場的數目 又會明顯下降 他就說到這麼長遠 喂 明天發生什麼事都未必有人知道 你還說到2038 又2042 這些叫做浪漫氣 是不是 那麼多東西 不要說 他說是2047年 那些地契到期的時候 怎樣安排 更好 是不是 很多香港人想知道 這件事 另外 他說 那些學前班需求下降 修生有挑戰 很簡單 解決香港人口下跌的最好辦法 就是放多些大陸人入境 雖然有很多大陸人的口 就說香港 已經很危險了 但是 如果你開放單程證給他來住 他又會來 這些就是 口裡說不 身體 就很誠實 所以 我又不覺得 你說解決不了 這些問題 就是 那時候就說中小學要殺校 跟著無厘頭 做了十年 雙非人 又頂一頂 已經是頂到現在 這個羅局長自己也說 應不應該鼓勵生育 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 我們可以放軟的目光 看看關於人口的大圖畫 現在粵港澳大灣區人口 就有成7000萬 估計 在未來十年 人口就會進一步增加 到9000萬至1億 到其時 無論是地區 或者是 全球未來的食物和水資源 都會是一個大的挑戰 個別國家或者地區 是不是仍然要力增 提升本土的生育率 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他又提到 說特區政府 並沒有鼓勵生育的政策 這個誰都知道 一來 你鼓勵生育的年輕夫婦 他都未必肯去生育 就算你提供 什麼津貼給他也好 提供誘因給他也好 當他覺得 香港的前景 香港的不穩定的因素 不明朗的因素 太大的時候 他就不敢生育了 可能那些人就覺得 我寧願自己受罪也算了 不要連累下一代 他就不生育了 大把的人 大有人在 現在很多年輕人結婚之後 他養的貓養的狗 算數養的寵物 他都不寧願生兒子 就是因為他看不到前景 另外的就是 你不鼓勵生育很簡單 你就引入更多新移民來做 乾坤大羅儀 人口大換班 你也是想做這些事 所以你不鼓勵生育是很正常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